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延迟上报致使水污染突袭相邻的省份 河北的邯郸一场毫无征兆的大面积的停水 让邯郸的市民措手不及 那么现在邯郸的供水情况如何 居民的情绪又是否稳定呢 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受山西长治本案泄露影响 邯郸市五号下午开始大面积停水 一月七号停水后的第三天 记者来到位于城西鸡毛山地区的中梅六十三处加速区 这个小区是全市地市最高的 进入小区后记者看到 小区聚集了很多人 不远处就停放了两辆消防车 周围排满了前来取水的居民 地上放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沉水用具 排队打一次水大约需要二十多分钟 为了节省居民的排队等候时间 消防战士从消防车前后两端同时放水 以加快供给速度 面对突然的停水 老人们的情绪显得还是很平静 反而知道到时候停水了 他们会别送来的 也挺放心的 也挺放心的 由于室外气温很低 接水地方的地面很快就结冰了 地面显得很湿滑 这对于原本就上年纪的老人来说 接一次水就显得更加的不容易 接水过程中大家也相互提醒地华 对那些身体不好行动不便的老人 消防战士还要把水送到老人的家中 在临近中午吃饭的时候 记者来到居民张先生家中 咱们先看看现在有没有 应该是没有 我的药油就不见了 是不是 没有 一点都没有 有我们就不接水了 事实上 在本案泄露事件刚刚被披露的时候 也就是1月5号 邯郸市出现了市民大量抢购瓶装水 桶装水的现象 当时一种恐慌情绪在蔓延 所以我们心里一点点都没有 是吧 当时消防超市那个水 当时的话要比外 平常要稍微贵了一点点 平常都卖15块钱一包 我们当时卖20块钱一包 后来第二天卖30块钱一包 现在又正常了 我看现在又恢复正常了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人很多很多 就跟抢了这儿了 不要钱 对此邯郸市政府紧急增加了 使用地下水源的3D水场的供水量 但是供水的状况 是否能够满足居民需求呢 何大妈今年65岁 家中6户人 5号停水后 何大妈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去超市抢购水 怕花钱是一个方面 其实她心里还有另一个想法 我等到有人打电话 没有 我说 有了啥 你绝对不需要打电话 没有要打电话 可能消防队车压把他送水来 你不送水来 你得想吃啥子嘛 那么多人 你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 你几百人 说是这么说 可是大妈还是有些担心 饮用水源污染了 哪能这么快 就供应上安全水源 6号上午 消防车给送来了水 她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 后来消防队是什么时候给您送过水 是前天小午都开始 中午都送起来了 前天呢就是6号 11点钟 6号 25那天11点都送水了 送了 拿了两车来 拿了两车来 那些酒啊 都跟那 都跟那个 往午前的场子 打仗样是看到去 又好笑嘛又好奇 6号7号 何大妈靠消防车 每天中午晚上两次送水 来维持着基本生活 因为每次只能打两桶水 这两桶水要满足一家五口人 洗漱做饭 冲厕所一大堆上 所以何大妈用得很省 8号早晨 何大妈惊喜地发现 有水了 但是供水并不稳定 时段时序 我们现在没睡 早晨来过吗 早晨7点钟来了的 刚才不是 你们上来来的时候 开启就完 寒丹自来水公司介绍说 全市已经恢复供水面积达85% 这个是我们这个 整个城区来说 东半个 这都是比较平坦的一个地势 他们主城区供水的 就是最不利点 有什么控制点来说 水下控制点来说 就是在这个部位 也就是鸡毛山高地这块 所以说也是我们供水 管往一个末梢 也是一个比较最高的一个点 正常情况下是 它是通过咱们管往水 二次加压以后 在这块供应 几经周折 何大妈终于在吃饭前 接到了宝贵的凉桶水 不过 老两口这样的日子 还要过多久 地势高水压不够 还有解决的办法吗 用夜间 用水低风的时候 通过咱们3D水厂 这个管道 配水管网 回流至咱们体势长的清水池 将3D水厂的水 通过这一条管线 可以看到这条红线 回流至咱们铁水厂清水池 就储存起来 等第二天 三滴饭高峰 用水高峰的时候 有3D水厂 铁水厂 共同加压 向厨房去供水 满足在高峰时段的 居民用水需求 那么从3D水厂出去的水 质量又如何呢 据3D水厂检验员 甲峰介绍 出了水污染事件后 从1月6号的晚上零时 他们就开始增加监测频率 你看这不是4点吗 正好是我们现在 就是刚监测的 刚才出来的数值是 那个游离于率是0.45 国家标准是大于0.3 我们这儿是0.45 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就是都挺正常的 那市民可以安心 放心大胆地使用 截止到发稿前 邯郸市用水情况已经稳定 超市也没有再出现 居民抢购矿泉水的现象 其实呢 邯郸市民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在事实上呢 正是由于乡邻的山西长治 出现了本安泄露事故 而且迟爆了5天之久 致使邯郸的饮用水源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受到污染 这么重大的一起 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故 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 在山西长治本安泄露 被披露之后 我的同事张严胜 就立刻赶往现场 2012年12月31日 位于山西长治的 天际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生本安泄露事故 泄露38.7吨本安 其中30吨被当地紧急拦截 但是仍有8.7吨本安 流入着张河 那个本安泄露的事吗 不知道 就是昨天原来的 新闻光不才提到 本安不知道 本安是一种生产农药 和染料的重要原料 人体接触后 会出现头疼 头晕 恶心 呕吐的症状 甚至还会造成 溶血性贫血和肝肾损害 重度时 还会昏迷休克 对人体会构成 这么大的危害 应该紧急处理才对 事故发生在去年12月31号 但是山西向邯郸通报事故 是在今年的1月5号下午 期间相隔了整整五天 当地老百姓 也是在1月6号 看到电视新闻报道后 才知道的 有时候 那个水是发白了 有时候是发函了 咋记得 就是垃圾水 而根据国务院颁发的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预案明确规定 突发环境事件的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以及负有监管责任的单位 发现突发环境事件后 应在一小时内 向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报告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在接到报告后 一小时内 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 省级人民政府 在接到报告后 一小时内 向国务院 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 也就是说 自2012年12月31号 7点多发生事故 最多三个小时 也就是当天上午11点之前 国务院有关部门 就应该接到报告了 但记者看到 这样一起影响到 上百万人 隐身安全的污染事故 却被拖了五天之久 下游县市 才得到通报 常治市对此解释说 是因为污染 没有出当地管辖的范围 只有在污染范围 扩大到常治以外地区后 才需要上报 就认为呢 这是一个 一般的安全生产事故 企业 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 进行有效的处置 不会形成 大的事故 山西省环保厅官网上显示 事故发生企业天极化工 已安装了直通山西省环保厅的 在线实时监控系统 2008年3月 这个总投资8.5亿多元的 全国第一个监控合一的 省级污染源自动监控中心 投入使用 天极化工 恰恰是自动监控企业之一 如果这一系统正常工作 山西省环保厅 本应该能够实时监控到 事故的发生 为什么这个专业的监测系统 在关键时刻 没能发挥作用呢 我们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的 我们想采访一下 关于那个本 泄露的那个 我们那个 现在我们这个 我们你们是新闻记者是吧 对对 你们可以个中央电视台的 对 现在我们那个接待处在哪来 在这个天际集团那个招待所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啊知道 那个去那 我们去那联系一下 就这边是进不去的 这边是绝对不让 从天际集团到天际办公室 又到天际文化中心 都没有联系到相关负责人 1月7号下午 本案泄露事故 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 当地村民对此次事故 并没有太重视 老百姓不记得 他一直长年一直留 哪得去的 咱不记得 长年一直留 什么事都有 本案的泄露在这个排污沟里 留下了相当多的痕迹 顺着排污河道 记者来到这一次拦截了 30吨本案的黄牛体水库 记者看到 目前水库的泄洪口已经关闭 停止了本案继续泄漏 而流进来的本案也被掩埋处理 而水库的边缘处有一辆窥土机在待命 当地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个水库是当地泄洪水库 那么如果这些本案不及时处理 如果这些本案不及时处理 汇气来临的时候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污染 1月6号晚上8点 山西陆湾天级1231事故应急指挥部 才召开了第一次媒体通计会 对陆湾天级1231本案泄漏事故 直接责任人已做出初步处理决定 天级方圆公司总经理陈建峰 第一次新闻通计会持续了十多分钟 对于很多记者关心的 事故持报等实质性问题 发布方采用了这样的处理方式 这样吧 我们大家把要提的问题 包括你刚才提的这两个问题 都记好 你们都把它写好 所有问题都写好 留下来 我们在近日 近日也可能很快 明天就要给大家 在这么一个场合 再给大家做出回答 1月7号凌晨一点多 当地政府第二次召开发布会 很抱歉 让大家记不得 非常感谢大家对三星的关心 这么的天气这么晚了 大家都辛苦 因为我们四部的处理工作 又取得了新的成效 或者说重大的成效 后避断年1月1月1月5日 十一时采样 挥发坟未减除 本岸未减除 以上数据充分表明 三七省天极化工12314件 经过昼夜奋战 柯南攻坚取得重大成效 不到十分钟 新闻通计会结束 对许多记者关注的 事故迟报五天等问题 发布会没有做出正面回复 您认为这种 十个五日通报也是不正常 清楚了以后会告诉大家 这五天之内 把情况论清楚以后会告诉大家 这是怎么发生的 不是像上报 这个有没有上报 这个需要五天来调查吗 现在已经第七天了 我们有专门的 就是封管这方面的同志们 部门正在抓紧的 正在抓紧的调查和研究 第一次结束的时候 不是说今天吗 今天可能跟我们打不满 我们抓紧 真去今天抓紧 在记者们的再三追问下 一月七号上午九点 事故发生八天后 应急指挥部召开第三次媒体通计会 山西官方首次对山西天极煤化工集团 本案泄露事故为及时上报原因 进行了正面回应 还没有想到呢 就是这么一起 当时认为是一个一般 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安全生产事故 能够延伸成环保环境 这个污染的大事故 所以 因为这些原因 造成了 我们没有及时上报省政府 对此啊 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表示道歉 山西省长治市市长张宝 七号上午 承认1231事故 为及时上报的时候 说到因为两个没想到 而没有及时上报省政府 会不会有人对这个时报事件 担责任呢 有应该 会有 按一法一规来做 会有 还有这个损失到底有多大造成的 现在正在算 现在正在算 要通过正当的程序和专家计算 就是政府为这个蛮报事件负责 下一步会做的会怎么样 政府的这个调查组 调查工作组 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将来一定有一个 有一个结果 在此生命 无论事故 责任 涉及到哪一局 哪个部门 哪个人 我们都将 依法依规 严厉查处 绝不不息 按照国家规定 向山西本安泄露事故 在发生之后 最多三个小时之内 国务院及相关部门 就应该得到消息 可是为什么当地 却推迟了五天之久 对此当地相关部门 应该承担一个 怎样的责任 面对由此引发的污染扩大 又应该如何来应对 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调查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 山西长治本安泄露事故 在前面的节目中 我们看到 由于长治拖延上报 不但当地居民 已经处在危险之中 而且下游的邯郸 也同样是手忙脚乱 那么面对着社会各界的质疑 长治方面 他们却闪烁其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采访了国务院 应急专家组的专家 刘铁明 刘教授 您好 大家非常关心的 山西本安泄露事故 现在是对企业的相关责任人 做出了处理 事实上在12月31号 企业已经将事故上报 但是一直到五天之后 公众才得以知情 山西长治市政府 在第三次的新闻发布会上 是对公众表达了歉意 同时用几个没有想到来解释 您认为这几个没想到 是事故迟爆的理由吗 那么事故一定一旦发生之后 要必须最早的做出预警行为 防止事件的进一步扩大 尤其像本安泄露 造成环境污染 这样的微影怀病的泄露的事故 它的风险极高 说没有想到 证明了 就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 在处理这样同类的危机事件的时候 第一 缺乏风险意识 第二呢 又缺乏处理危机事件的一些能力 从整个事故报告上 显然没有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 它问题是如果说 当地的政府说 说这个我过去不大知道这个规定 我们可以叫 这个为而不知 如果知道这个规定 故意不这样做 那叫自而不为 我们作为一个地方政府 这个对这样国家 这样重要的规定 这样严格的要求 不知不为 这难道不让公众对政府的能力 提出怀疑吗 在事故以及迟暴的问题被披露之后呢 无论是公众媒体 还是像您这样的应急处理专家 都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 自己的疑问 那您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在暴力瞬间 我们看到报道是38吨的本岸泄露 它在大气环境中 形成的环境浓度 是可以想象的 这个作业环境中的 国家允许浓度是多少 五个毫克 如果38吨本的产生 暴力是泄露 我们知道在现场的浓度 可以超过至少100个毫克以上 那么在这样高浓度的工作呀 风险很大 因为我讲了 它可以通过皮肤 呼吸道 肝胃吸收 半岸吸入之后 它主要引起的是高铁血红蛋白的增加 就是造成了这个人体内重要的器官缺氧 我们知道器官缺氧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很关心 现场处置那些工人 按摩和抢险队员 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 这也是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 但是我的同事在前方 并没有争取到跟 事故企业以及相关的工人接触的机会 事实上在山西长治市政府召开的前两次新闻发布会中 对于记者所提出的实质性的问题呢 并没有进行积极的及时的回应解释 为什么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五六天 事故已经发生了五六天 而当地政府对于公众的态度 依然是这样的迟疑呢 我和你一样 我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就是在这个对和媒体沟通和公众 进行信息披露的时候 就是它的这个给人的感觉 就是从你的态度上 从信息量上 从透明度上 还有改进的空间 这个事实是大家都看到了 而且地方政府自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反省 我觉得现在他们在这方面的反省 还是真正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每当突发授权之后 我们刚开始有的时候 有些干部准时吞吞吐吐 甚至呢 这个直路为马 我以为呢 实际上 这个暴露了我们这个 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 缺乏危机处置能力 大量的突发事件的处置证明 越透明 越迅速 越公开 这个这个事件的负面的破坏力 它就越小 在突发的环境污染事件面前 遵循国家规定是一个最最起码的一个常识 就像刘铁明刚才所说到的 无论是不知道相关规定的 为而不知 还是明明知道 就是不遵守的知而不为 都让人对地方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 提出了怀疑 我们看到常治政府 在面对公众的质疑的时候 所采取的办法是脱自觉 能不解释就不解释 能含魂过去就含魂过去 连着三次通计会 他们才回答记者提出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 当危机发生的时候 最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信息透明 群策群力 彼此信任才能够更加有利于事故的解决 那么像这样的五概组做法 我想既不智慧 也无诚意 不但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事件 我们还注意到 当地政府并没有向公众 详细地解释 本案泄露的浓度 和造成伤害之间的关系 因此导致很多的救援人员 没有采取足够的防护措施 我们在这儿 希望救援能够科学 安全的情况之下进行 不要再造成二次 好 我们再来预告一下 看明天的节目 近期我们一直在关注 道路交通的话题 我们知道城市打车难的背后 其实是经营权利益的博弈 那么体现在出租车司机的身上 就是分子钱 这个分子钱的由来和历史严格 究竟如何 它是否是占用了公共资源 而让少数垄断的出租车管理公司 有了寻足的空间 究竟该如何破解打车的难题 敬请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